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对夫妇在飞机上建议勇为阻止冲进驾驶舱的女乘客 事后却向航空公司索赔 这是哪家航空公司 这样的索赔为了啥 说听下 新闻多多 果果 老杨 这就开说 新闻多口秀 妙语 说得下 各位观众好 这里是辽宁卫视 每天中12点准时播出的说天下 我是这个热得冒油的老杨 大家中午好 我是特别想吃西瓜的果果 哎呀 你那瓜一会儿咱们再吃 咱们先来跟大伙说说天气 大暑节气一到 全国就迎来了 今年以来范围最大 持续时间最长 体感最炎热的新游的高温天气过程 用这网友的话说这波大浪几乎了席卷四分之一的全国面积 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昨天中东部地区的16个省市被35度高温占领 河南北部一共15个站点 气温破了40度 最高气温达到了40.9度 扎心了 郭老师 你这你就扎心了 中央信号台今天早晨继续来发布高温黄测预警 未来10天 江淮江南地区将持续高温少于天气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 可以达到38到40度 好 家伙 高温日数7到9天 华北中南部 黄淮东北地区 南部还有华南等地的高温日数达到3到5天 换句话来说 这七大省会将以高烧一周的时间来迎接我们 另外就是气象专家也提醒了 说未来10天的时间当中高温会成为中东部的主旋律 像今天咱们东北 华北 黄淮等地将会有短时强降雨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面对这种高温 真的我觉得这个雷暴我都能接受 来吧 其实今年夏天高温这个词好像已经是全球关注的热点了 你看欧洲那边天气一直都是持续闷热 多博高温打破了记录 比如说法国宣布进入到了橘色酷暑预警 而其中20省发布了最高级的红色警报 超过2000万人受到影响 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众多城市的气温都创新高 葡萄酒产区波尔多23号就标出了摄氏41.2度的高温 打破了03年8月出现的摄氏40.7度的高温的历史记录 巴黎25号气温可能打破1947年的40.4度的景 你知道环法自行车赛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周了吗 主办单位为了防止选手在酷暑当中脱水 封设了供水站还有冰水泡脚这样的设施 荷兰气象局表示这荷兰可能标出了高温了 打破去年摄氏38.6度的高温记录 那许多荷兰农民将牛呢留在外面睡觉 而非殆尽这个蓝色 那部分幼儿园呢则因为高温可能对孩童呢造成伤害关闭了都 对啊 还有一页就是欧洲之星高速列车因为高温抛锚了 而且乘客一度受困 英国铁路网公司则表示说火车会减速形势应对极端气候 还有咱们说说比利时东北部的城镇叫小布洛克尔 24号撤得了这个摄氏38.9度的高温 刷新了该国1947年38.8度的高温记录 我们怎么有一种越烙越热的感觉呢 全球都热怎么办啊 大熟一智啊 闷热难耐的天气来了 从冰箱里边捧出半个冰箭气 挖出中间最甜的那小块打开空调 窝在沙发上 吸上一口冰镇西瓜汁 感觉快乐就是那么简单哈 说的我心里边跟着哑娘恨不得 马上就奔回家吃西瓜去 我跟你说在我国哈 这西瓜呢绝对是夏季水果当中王者般的存在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数据 2018年中国西瓜产量超过了7900万吨 而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 先看一张图吧 这张图上的信息可就厉害了 刚才咱们说了2018年 中国西瓜产量超过了7900万吨 45度咱们就算8000万吨吧 那么按照一个西瓜10斤计算 吃掉的西瓜总量就能达到160亿个 平均到每个人每年人均消费是100斤左右的西瓜 100斤的西瓜 我特别想知道我那个份额都是谁帮忙分担的 肯定不是我啊 肯定吃不了100斤的 那按照提醒的也许是王浩 你看他那身形 2018年我国水果年度销售量排名当中 西瓜确实是位列榜首的 所以吃瓜群众真真的是不少 但是你真的会挑西瓜吗 拍啊就可以听声音嘛 很多人都知道通过 那你挑的是楼的还空空的 不至于那么楼 嘣嘣的很多人都知道通过那个拍打西瓜来判断西瓜好坏 但这种技巧确实比较难以掌握 确实 所以呢我们教大家几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一看就会了 首先您看一下花纹 然后看颗外形 看一下瓜地 再看看那个底部 你这都是理论上的 不是一看就会 是四看 先说说一看花纹 要挑点花纹清洗整齐的 二看外形 挑两端对称没有伤痕的 对另外我们说看瓜地嘛 就是要挑选那个瓜地新鲜 而且是弯曲的 最后看瓜的底部 要挑圆圈小 并且瓜屁股是突出的 如果符合以上这几项标准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挑出甜甜的西瓜了 妥了下节目就拿着这秘方我挑瓜去 说心里话 就是我们大东北 还算是夏季避暑的首选 但最热这几天啊 你不觉得咱们也跟南方都差不多了吗 也是 不说别的地方吧 就说董沈阳 这二福头一天 最高温度已经38度了 室外真的跟蒸笼一样 要是不在空调下待着 觉得简直就是要命啊 是因为这股子热浪的 全国各地的避暑之地也是备受追捧 特别是那些有水的地方 更是人满为患 咱们给大家会来看一看吧 这个是22号在湖北襄阳拍到的画面 很多当地市民来到了汉江边上去跳水 然后游泳 清水结束享受清凉 这多凉快啊 这下边这是山东烟台 高温天气来袭 金沙滩海滨浴场 人流如汁 游客在海边细水辣凉 烟台看几个样子 一镜死傍晚了 硬还结不住 可见这个高温 把人都闭成晒样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青岛 海滨浴场也是人气爆棚啊 想要自己这样一片沙滩 那个是绝对不可能了 下水都费劲 跟下饺子似的 我们再看看广东啦 广东那边那边就更热了 这是佛山营乡生态园 水上乐园九寨水城 游泳池里边是人山人海 延桑顶沸 明显都快人举人了 对啊 这水世界呢 是属于人潮汹涌 除了水冷 空调房也成为了很多人追冷的首选 比如说各大商场 宾馆 哪怕是图书馆 都成为他们的聚集地了 今儿的长城天下 咱们就在心里边凉快凉快吧 咱们就在这福田里边 去各种避暑胜地去看一看 感受一下那里清凉且火热的场面 但真不知道人都这么多了 还能不能凉快 选个歌啊 成心的 听这歌就把我热够呛 看完之后是觉得更热了 还是凉快了呀 其实高温天确实不易在室外活动 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中暑被找上门了 所以在家里边避暑消夏是在可适不过了 开着空调吃着西瓜再听点小曲 对吧 不去和其他人在水世界里边挤这份宁静 也许是最让人心灵树坛来了 对啊 福田呢还得一阵才能过去哈 这一份火热我们千万别跟他过不去 多喝水都晒太阳 最好也少生气不生气 毕竟呢 心静自然凉 对对对 放松 放松 好了 顺带下我们新闻继续吧 去过我们良宁本系的朋友都知道哈 本系呢 是一座山城 道路都是属于上坡下坡的 而几天之前呢 在本系有一场大雨 让本系的山路斜坡更加的湿滑难行了 是啊 当天呢 本系的裴先生一家人呢 为了筹备婚宴 选择了风雨兼程 没想到一般雨量大型的专业作业车辆相撞了 一家人都困在车里 咱们来看看这紧急的情况 这天傍晚 裴先生一家驾车行驶到本系市桥头镇一路断时 迎面而来的大型专项作业车突然侧滑至对面车道 将他的车狠狠地挤压在路边的墙壁上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此时车已经严重变形 危急时刻 一些路过的好心人第一时间投入到救援中 其中一名战士正是在附近战岗的 驻西某部官兵宗玉龙 当时我是在站岗 然后站岗期间下的雨特别大 然后突然发现那个行网的车辆 然后有一辆大车 一辆小车然后相撞 然后当时那个情况比较严重 然后我迅速用对长机 然后向我们排长汇报 然后排长迅速展开应急小分队前来救援 当时救援的时候是排长组织两三个人 救了司机和旁边的一个小孩 然后当时我看 后驾驶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和两名中年妇女 然后情况比较严重 就在官兵们打算将后排伤者救出时 新的问题出现了 但此时有一个问题 就是后排的伤者被困在车里 无法及时的抢救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那个港上进行这个 让这个大车司机进行倒车 在几次未果之后 终于使这个大车挪出了一段距离 车门卡在墙角 然后不能展开救援 然后我就用这个右肘 然后将玻璃迅速给他敲碎 因为当时的情况如果用其他利器的话 当时会可能造成第二次伤害 将伤者救出后 救援官兵和路过群众迅速把伤者送往医院 伤者都给送完院去了 你知道这个 他在走谁送的不知道 我送一个 我送给老太太送去了 老太太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送去了 我拉了 我拉了啥 一个是她女儿 对老太太的女儿 那个应该是后着还有一个车 应该是俩车 有俩车 警方到达现场后 对肇事车辆进行勘查 并拉起警戒线 疏散人群 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驾驶员当时 驾驶这个大型 非载货 转向作业车 是预期未检验 达到报复标准的 具体发生这个事故的诚言 还是因为操作弱不当 车速过快 导致早晚的时候 车辆出现了车滑 死入了对象车道 提示广大的驾驶员 在雨天出行的时候 要文明驾驶 操作规范 幸亏是救援紧实 否则很有可能会 引发更大的伤害 造成进一步的损失 这个裴先生一下 也算是化险为夷 多险 没出什么大事 这场意外 也是让他们使掉位置 怎么说呢 就是小心小心 再小心吧 对啊 这夏季游玩呢 游乐场也是孩子们的首选 但是玩归玩 这安全是第一位的 我下面想说的 在空中的轨道上下纷飞 对吧 多危险 你看这就是刺激的过山车 不知道各位坐过过山车的时候 有没有怕过 如果这个过山车 突然悬停在高空中 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相当惊悚了 23号那天 在英国就有游客 是真真切切的感受了一把 真的是老刺激了 这个事发地呢 是在英国的斯塔福德郡 梅尔顿塔公园当中 在那里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 微笑者过山车 但是当天有很多名游客 在乘坐的时候 过山车却在爬升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故障 而游客们就被选在了 100英尺 大约和30米高的高空当中 至少有20分钟的时间 当时那辆满载游客的过山车呢 在开始爬升的时候 突然停了下来 游客们那时候是仰面 朝天被困在高空当中 等待工程师来解决问题 就是那滋味 没经历过的人 真是没法感同身受 对 好在最后 工作人员是把车厢 倒回了起点 游客们才安全下了车 结束了这次意外的冒险 一位16岁的游客 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他说他当时在跟两个朋友在一起 车呢是突然停在板空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敢动 也特别害怕 也不知道 也不敢问 有人在尖叫 他说他那会儿呢 满脑子响的 都是2015年发生的那次事故 生怕它会再次发生 对 因为这个不是 微小姐过山车 同一回出事了 这座过山车 是从2013年推出以来 发生过了多次故障 最严重的事故 就是发生在2015年的6月2号 当时满载乘客的过山车呢 撞上了一截空的测试车厢 至少16名乘客受伤 5人重伤 有两名在坐过山车前面的乘客呢 甚至因此失去了一条腿啊 对 而就在上个礼拜 这个公园的另一项设备 也曾经发生过意外 好在当时设备上是没有乘客的 一个月以前 这公园的另一个 木制过山车项目 也是因为故障 被迫关闭 那说到这次事故呢 公园的发言人也说呢 他们已经向这些游客们 真诚的道歉 也跟过山车上的每个人谈了话 把公园的门票呢 退给他们了 作为补偿 发言人还说 他们的技术团队 正在重新 在测试 调试这个过山车 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 第二天参观公园的游客 那么问题来了 这游客们还敢买票上车吗 反正我是不敢去了 过山车的这个事故呢 这些年也听说过一些 比如去年澳大利亚就有过 一个过山车停在30米的高空 高温天啊 被困了40分钟才救出来 对 还有日本的一个过山车 也是因为出故障 让64名乘客 就头朝下那种倒挂在空中 两个小时的时间 有一刻就吓哭了 说以后再也不去玩了 这要是我也得哭啊 虽然有幸无险 但真禁不住咱们下呀 对吧 对啊 我们尽量说这个事 还是跟车有关 不过不是在地上跑的车 而是在空中轨道上 上下翻飞 就是看着就很刺激的过山车 我不知道各位 就是有没有过这种感受 应该还是感觉到很惊悚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有的时候啊 这过山车啊 像我这样男子汉大丈夫啊 这个能不做呀 就不做 对 那今天来说的还是跟出游有关的事情 那这个呢 也是跟旅游项目有关了 就是在暑假的时候 这个旅游项目非常的受欢迎 就是亲子游 为了让孩子们不虚度这40天的假期 好多家长呢 开始关注这个亲子游的项目啊 像什么亲子户外啊 主题乐园啊 严学游啊 亲子夏令营啊 真是让人林林总总 眼花缭乱 什么都有 对吧 而且呢 越是到了假期 亲子游的项目呢 就越受欢迎 比如说 有一位来自南京的宋女士就说了 他的儿子正在上小学 特别喜欢天文 在学校参加了天文社团 而这次暑假出游呢 就特意挑选了 包含天文项目的亲子游产品 在旅行过程当中 觉得既可以学到知识 又可以放松 感觉很难得 是啊 也很难忘了 是吧 和宋女士有相同观点的家长 还真的是不牢少 所以呢 根据相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 今年暑期出行的主力大军呢 亲子游将呈现爆发式增长 据一项调查显示 在出游意愿方面 96%的受访者表示 愿意参与亲子旅游 那出游次数方面呢 65.2%的受访者表示 会带孩子出行两次 28%的受访者 将安排三到四次出行啊 对 亲子游市场的火爆 在各大旅游网站的预定数据当中 也是得到了体现哈 比如说某旅游平台上 报名7月暑期游的出行者当中 亲子订单的比例高达五成 而今年暑期 儿童票订单量同比增长 超过了50% 哇 好大一市场啊 那么对于当前多数家长来讲呢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是很好的教育方式 所以在这个市场里边 不光是旅游住宿啊 包括预定接送机啊 包括婴儿车的租赁 美食餐券 娱乐表演 展演活动 展览活动 都跟着水涨船高 蹭蹭的 对 但是这个旅游项目 受欢迎不假哈 不过引发的争议也不少 因为这个市场实在是 太参差不齐了 哎呀 来自湖北的何先生 就忍不住吐槽 他曾经选择过 亲子游轮产品 那登船以后才发现 船上的游客 不仅有父母带着孩子的 还有学生情侣和老年人 整个旅程中呢 除了有给孩子 专门的床位之外 没有其他为孩子和家长 特殊设计的产品和服务 对 那这样所谓的亲子游 其实就是炒概念嘛 后来呢 何先生也是专门研究了一下 相关的旅游产品 他发现像这种知识 蹭着亲子游的那个名义的 还真的是不少 有一些旅游机构 他并没有针对亲子群体 来进行产品设计 跟服务创新 而是属于急功近利 把一些常规线路 简单的包装一下 然后就对外号称 这个是亲子产品 也不怪人家顾客不满意 要知道从下个人来看呢 与普通旅游产品相比呢 亲子游产品的人均花费更高 对 比如国内人均花费两千 两千五百块 那出境人均就是八千块钱左右 比普通旅游呢 至少高出百分之十左右了 所以说那你既然贵了 就得有贵的道理呀 如果说只是以亲子为幌子 然后变质发的多收钱的话 那产品跟服务 还是跟以前一样 就忽然觉得难以接受了 对于聪明的旅游部门来说呢 光赚快钱不要生育 其实是最笨的做法 毕竟这个市场呢 是如此的丰富和庞大 对吧 你得想办法占领才是王道 对吧 而以下有一些旅行机构 已经在尝试推动 亲子产品跟服务的标准化了 比如说在住的方面 亲子房必须要使用 符合标准的儿童洗漱用品 儿童预袍拖鞋 还有卡通抱枕等等 配套服务方面呢 酒店需要提供免费的儿童早餐 免费的婴儿床免费家床等服务 另外呢 亲子游最大的特点是 互动性比较强 孩子在旅行途中呢 通过与家长的互动呢 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 而现在大多数的亲子游呢 基本都是孩子自己搁玩自己搁的 家长在旁边呢 自己搁自己搁玩手机 缺乏互动性 所以怎么样设计 关注孩子的游乐需求 也是让家长可以乐在其中的项目 这个就是旅游部门 需要好好动脑的了 预计到2020年 亲子文旅市场规模 将达到5000亿元 而且这个旅游项目呢 还有着相当长的可持续性 值得相关部门和相关的工期啦 好好地切换一下 好了 说那下 我们今晚来聊一聊 我们这座瀕阳城 哎呀 瀕阳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素有一朝发祥地 两代帝王都之称 这个大伙都知道 因为毕竟是满清发祥地嘛 所以挖出一点那个清朝的古墓 也并无稀奇对吧 但是可但是 最近呢 沈阳浑南区一个建筑工地呢 一下子就清理出38座清代墓葬 这给考古工作者累的呀 不是 带来的惊喜啊 可不小啊 对 因为这个墓葬群当中的宝贝 确实不少 出土了金银 铜铁瓷等各类文物 460多件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他们都长什么样 这些清代墓葬都是在浑南区东湖街道的水家村发现的 初步确定是一处清代中晚期的家族墓地 6月下旬我们对这个墓群呢 进行了配合性的考古发掘工作 一直到7月下旬结束 这个期间呢 经过清理呢 我们发现了38座墓葬 出土的460多件文物种类丰富 有金银银流金铜流金 瓷桃琉璃等多种材质 其中那个有一部分是这个女性拍戴的金银首饰 比方说金眼环金戒指 还有这个头发的那种发拆 这个墓主啊 它肯定是那个富贵人家的 有钱的 就是说有钱人家的女性 佩戴的那个首饰 它当然这些东西呢 就是它的文物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墓葬群的发现 对研究清代圣经城周边的家族墓地的 选址布局 还有家族延续葬俗等方面 都有重要的价值 那个一个墓葬一段人生 一件文物一段岁月 真是很值得感慨的 对啊 真的是对历史文化特别的感兴趣 让我们更加的期待 甭着急啊 这个等什么时候啊 这些文物展览的时候 对吧 咱们 我约上你啊 到现场一块去欣赏欣赏 再多直接 对 接下来看的最新消息 说贵州水城23日发生特大山体滑坡灾害 截至24日18时 灾害现场已搜救出26人 其中11人生还 15人不幸遇难 30人仍处于失联状态 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表示 绝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 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工作 说目前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 正在对杨卓拥挫进行深度测量 并测算水量 这是中国科学家 首次对杨卓拥挫 进行全面的水深等深线测量 此次测量 也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 对亚洲水塔水量测算的一部分 说 近日 我国自主建造的 第一艘基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雪龙二号 从江南造船集团公司的码头 启航一活 第一次来到了自己的家 位于长江口南岸 上海浦东新区5号沟的 中国基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 此次航行 也是雪龙二号的船员们 第一次自主驾驶 这艘融合国际最新传播技术的 基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说 24日 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 倒计时一周年之际 东京奥租委公开奖牌设计 奖牌由从废旧手机等 小型家电设备中提炼的金属 为原材料制成 这将是奥运会史上 首次使用回收材料制作奖牌 说在印尼贸物 附近工厂倾倒有毒工业废料 导致附近一条河的河水变黑 河水产生白色泡沫 导致鱼类死亡 并伴随着难闻的气味 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目前相关部门 还没有给出明确说法 说在韩国光州 进行的2019年国际泳联市井赛 结束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争夺 中国选手孙杨以7分45秒01的最近 4年最好成绩获得第6名 无缘第三金 至此孙杨在本届市井赛 三个个人项目全部结束 一共获得两项冠军和一项第6 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 和辽宁演艺集团 将将联手共同打造的 复工之下文化惠民广场演出系列活动 将于7月27号在葫芦岛和平广场 7月28号晚在锦州东湖文化广场进行 对 演出节目非常的精彩 是由台联合辽宁演艺集团 通过组织沃生演艺名家 并且吸纳当地的优秀演艺人才 用歌舞 诗词 朗诵 戏曲 杂技魔术 给小品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欧阁祖国和我省70年的发展变化 反映老百姓日新月异的生活 传播幸福 传递快乐 7月27号晚上在葫芦岛的和平广场 7月28号晚上在锦州的东湖文化广场 您可以约上家人朋友 一起到活动的现场 观看精彩的文艺演出 还可以参与互动 获得富宏集团提供的各种奖品 对 那今年我们的惠民演出计划 是举办28场活动 举题每一场的时间跟地点 您可以关注我们良宁广播电视台 卫星频道 都市频道 交通广播等栏目 以及公众号的报道 说等一下 我们今来要带您去一个 很震撼 很感动的画面去感受一下 如果说您开车上路的时候 遇到消防车出警被堵 你会怎么做 我肯定是让路啊 可是如果路上车太多 又该怎么办呢 7月22号早高峰的时段 四川遂宁同时出警的三辆消防车 他们在行驶到观音湖隧道的时候 就遇到了麻烦事 赶上了隧道当中有上百辆车拥堵 在紧急时刻 车主们不约而同地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我们来看看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哎呦 真的是默契啊 在消防车的报警声中呢 上百辆私家车呢 纷纷靠向了隧道两侧 整齐划一 无一例外给消防车呢 扛出了通行的空间 对啊 我们看这个画面真的太酷了 网友们都说这就是教科书式的让道 当天呢是穗林市一个居民楼内呢 电气起火 消防人员驾驶三辆消防车呢 前往铺就 从消防队的位置赶到火场呢 需要跨过这个福江 其实有两条路可以选 一条就是要走那个过江大桥到江对面 但是要知道这条路它是绕道的嘛 距离远的多 而另一条路呢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走的是观音湖下的隧道 但这个是最近的一条路了 所以为了尽早抵达火场呢 消防员就决定要走隧道了 但是消防员也有担忧 就观音湖下穿越隧道呢 是穗林市最主要的交通干线之一 有两条车道 早高峰时段呢 二十多分钟都未必能通过去 对啊 但是当天的情况却是在四家车司机的配合之下 全长超过两公里的隧道 消防车挤用五分钟就通过了 是啊 消防车警惕一响 在消防员可见的范围之内 所有车辆都自觉向两边靠路 那有的车呢 可能距离隧道墙壁呢 只有五厘米了 但是每辆车都在努力贴近隧道墙壁 给消防车呢 腾出空间 当天必让消防车的钟女士就说 她跟丈夫开车堵在隧道里 然后忽然听到身后传来消防车的警惕声 当时她就跟老公说 哎呀 后面好像出事了 听着声音越来越近 钟女士就从后视镜发现 后面的车都在往两边靠拢 她老公也把车往边上靠 给消防车让路 大家都很有秩序 车呢 刚靠过去没半分钟 消防车就从车旁边开过去了 之后避让的司机们 又纷纷将车开回到自己的车道之上 钟女士说呢 她也是后来看了网上视频才知道 执行任务的消防队 消防车在大家的帮助之下 通行得非常顺畅 是 她感觉自己身为其中的一员 很是光荣 而且更让人高兴的是 由于各位司机的避让 消防人员及时赶到了火场 或者很快就被扑灭了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所以在这儿呢 咱们也谢谢大伙 对 有一位消防人员就说 他说平时其实在出勤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会碰到有堵车的情况 也经常会看到车主尽力的在避让 即便没有避让的消防车 也是可以超车过去 可是隧道里就不能超车了 对吧 也没地方可超车 所以他们开始确实有点担心 对 但是没有想到大家伙的消防 一直都那么强 消防人员当时也是特别感动 于是就拍下了这段视频 他们说真的感谢大家的支持 为了消防让路 就是为生命让路 真的是太暖了 这个视频 对 说一下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不少老司机都会备受困扰的问题吧 就是一个红灯拦住你了 接下来是不是感觉好像一路红灯都会拦着你 这个一个绿灯顺利通过 接下来就是一路绿灯是畅通无阻 你说这个真的是运气好不好的问题吗 还是说城市设计的漏洞 我原来咱们这是不是大坝呢 今天咱们就给大伙答的一节节获 科科普理论上说呢 这并不是偶然现象 而是道路设计师们花了几十年 特地研究出来的 阻止交通拥堵的手段 怎么样 惊讶了吧 这是你一路红灯啊 都是人家设计师们的心血 这些交通控制系统 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其实非常简单 就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当中 让最多的车辆可以通过路段 那解决原则也同样简单 前方道路空 那就让新来的车快点走 前方道路堵呢 就让新来的车慢点行 原理我们是明白了 那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呢 我们要引入两个概念 就是叫做滤波带跟滤波速度 那个滤波带也叫滤路协调控制 就是通过设置路口间的 这个绿灯启动向位差 减少停车次数 缩短旅行时间 使道路整体交通效益是最优的 对 这个滤波带的设计方法 也是非常复杂 要考虑路段的长度 车流量 平均车速 还有汽车启动耗时 不守交规的行人等等因素吧 随便拉出一个计算式来 都是我们看不懂的样子 所以通俗的讲呢 滤波带就是对路口间的 红绿灯设置的时间差 是大部分人在滤灯时 出发的车辆呢 抵达下一个路口的时候 也能够遇见滤灯 对 就是说 既提高了城市交通网的效率 然后又赶上了司机们的 驾车体验 听起来还是一个 利国利民的发明 但是它对于路况的要求 有点高 就是它只能够在 每个十字路口间距相等 单行 没有行人硬闯红灯 交通不拥堵的情况之下实现 那另一个概念 就是红波带 红波带同样是通过 调整路口的交通灯的时长 从而控制车辆 达到下一个路口 是遇到的红绿灯的状态 对 但是它的手段 跟绿波带就刚好是相反的 红波带它的复杂算法 只是为一个目的服务的 就是确保你遇到的 每个交通灯都是红灯 有点让人家发狂的结构 对吧 但这不是交管部门的恶作剧 因为红波带的应用场合 大多是高峰时段 车辆拥堵的道路 也就是说 启用红波带的路段 很有可能是五公里以外 即将发生大拥堵了 为了避免很多的车辆 在单个路口等十次红绿灯 都没有办法通过的这种惨状 管理者们认为说 还是分别把大家 一百辆一批的拦在十个路口 这样就比较有用 总体上来讲 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讲 那绿波带和红波带 都是搭配使用的 对 不管一路绿灯 还是一路红灯 都是实时交通线状的需求 大伙行车上路 不要路怒 理解就好 对 其实开车 现在学车考驾照 好像感觉比我们 那个时候要难的多了 什么心态 什么叫难的 那叫更规范 就是很复杂 对 规范 学车多流汗 开车少出事 防范马路杀手 作用很大 对 当然考驾照严格之后 有一些学员 却动起了歪脑筋了 他们不找正规的 驾校报名学习 为了图省事图省钱 就找身边的朋友带练 或者是找没有资质的 黑教练学车 对 那最近呢 迎口交警就抓到了现行 咱一块去看看 近段时间 迎口市交警支队 沿海产业基地大队的民警 经常接到群众的举报 在城湖西路 星海大街 华能电厂附近 有非法教练车 带学员练车 现场就有发现 有20多台车在那练车 他们的特点呢 就是行驶速度慢 同时每一台车 都有随车带车人员 指导人员 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全部拿下来 足以检查 足以筛查 民警告诉记者 由于这些路段路面较宽 车辆较少 所以有很多人到这里练车 正规的教练车 需要有学习标志和警示标志 副驾驶位置上 必须有制动防撞装置 但检查中民警发现 有12辆车不具备资质 根据道路交通法 机动车加车森林 这个规定的92条 第一款的规定 对教练员和随车指导人员 为指定申请人 为使用符合规定的 机动车进行链车的 将处以五百元罚款 即零分 作为学员 找黑教练车 除了自身安全没有保障外 还将面临更严厉的处罚 我们的学员 你学习这个链车之前 首先得到我们的驾考中心 取得科目一科目二的考试之后 取得学习申请人的资质 然后才能够上到链车 你没有这个资质 你上到链车 就将会视为无证驾驶 就将被会 根据这个道路交通法 第九十三条 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将会被处以两千元罚款 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找黑教练学车 你胆子真大呀 这里边藏着不少风险 对啊 一旦被警察抓到罚款 不说就是几天的拘留 你说多难受 天气那么热 你说在拘留所里面 憋憋屈屈的多不值得 而且拘留所里还吃不着西瓜 对吧 找黑教练 不也得花钱吗 你里外里这么一算了 你差不了多少 还冒这么大风险 根本就犯不上 对因为开车上路 这个绝对不是小事 我们接下来说的 还是跟车有关的安全 但是这个不是驾驶状态的车了 是说停车时候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一个小细节 下车的时候 拿手机 拿包 拿杂志 千万别忘了拿孩子 孩子绝对是不能忘在车里的 尤其这大夏天的车里的 温度瞬间会升高 对吧 威胁孩子们的生命安全 对其实类似的新闻 我们在节目当中 真的没少说了 也是无数次的强调 一个小小的疏忽 可能就会危及孩子们的生命 但是类似的事情呢 依然是偶有发生 令人揪心 最近呢 在浙江义乌一名两岁的男童就不慎 被反锁车内是哭闹不停啊 对要知道当天义乌的天气非常炎热 在外面都会热得透不过气 更何况是在车内的密闭空间当中了 孩子的生命就在一分一秒之间不断的走向危险 很快呢有人报了警 消防员赶到了现场 准备了轿车车窗的进行破拆 营救孩子 可是在这个时候 孩子的妈妈居然阻止了消防员的营救活动 是不是感觉挺奇怪的 自己的孩子受到了威胁 他居然不让救 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个孩子的妈妈在交警到来之前 为了能够最大限量的减少损失 打电话叫了锁王 想要通过撬锁的方式打开车 那车玻璃确实能保住了 但是孩子的生命是分秒必争啊 等这锁王 谁知道这过程中孩子能不能出现危险 对啊 经过消防员都劝说 男孩妈妈最终同意了破拆 消防员用那个腰斧对准前车窗玻璃 左下角敲碎了一块缺口 用手将车窗玻璃整块撕下 然后呢把这个门锁给打开 整个过程仅仅用了32秒钟 这孩子抱出来之后 满脸通红 满身是寒可想而知 每过一秒 孩子都在遭受非人的折磨 您说这当妈的 你这心得多大 你还等锁王 你等锁 孰中孰清啊 确实因为孩子的安全问题必须是放在第一位的 粗心大意也许就会换来噩梦般的结果 是啊 无独有偶苏州的一位司机呢 也遇到了这么一起啊 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车祸 自己在经过一个胡同的时候 碾压到了一个纸壳箱 但是万万没想到 居然有一个孩子躲在了纸壳箱里边 跟着纸箱呢 一起被碾压了 其实这事 这事也算是家长的一个疏忽吧 因为当时这名女童 她正在胡同当中玩耍 孩子小不懂事嘛 就钻进了那个纸箱当中去玩 如果有人可以提醒她远离马路 这一起车祸也许就可以避免了 但是哪有那么多如果呀 对吧 看到就是一个纸箱子 没多想就压了过去 造成纸箱中的女孩呢 是胸骨骨折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依然还在接受治疗当中 根据交通法规的规定 面包车司机负全左 因为没有尽到观察仔细的义务 现如今呢 孩子们都放假了 家长们一定要对留在家里边的孩子 进行安全教育 要时刻保持一颗警惕的心 别让孩子暴露在危险当中 一个个例子告诉我们 安全无小事 是 咱们进来呢 把视线转向菲律宾 来说一说小狗带给主人的感动 7月19号 菲律宾击大怕万事 一处民宅 男主人萨林姆和妻子宝宜 都外出工作了 留下了保姆一岁的小宝宝 和两只狗狗在家 对 谁也没有想到 说一只剧毒的眼镜蛇 竟然会趁此机会 从围栏下方的空隙当中 爬进了屋子前方的空地 挺身就想进屋 千军一发之计 两只小狗是仗义出手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监控视频的画面 看着就惊心动脱吧 咱们也来会解释解释 事发的时候 一岁的小宝宝正在房间里睡觉 对啊 剧毒眼镜蛇是笔直地冲向房门 然后这两只狗狗呢 它们就迅速地反应过来 围在眼睛蛇的周围 意图去合力把它给咬住往外去拖 以远离小主人睡觉的房间 面对两只小狗的攻击 眼镜蛇呢 喷射毒液 反扑死咬 并不断往前冲 想要进入房内 但是麦里和莫克斯左右配合 一边分散毒蛇的注意力 一边将其控制住 经过两分钟的搏斗 眼镜蛇呢 最终是死亡了 而这两只狗狗也是成功地保护了小主人 但可惜的是 几分钟之后 麦里因被毒蛇咬伤 不幸丧生 嗯 莫克斯呢幸免于难 却因碰触到毒液 双眼失明 即使送到了附近的宠物医院 也无法抑制 对啊 孩子的父母回来看到 监控录像之后 就觉得 哇 真的很后怕 失惊不已 而且两个人特别感谢狗狗 可以勇敢地保护他们的孩子 对于麦里的离开 这家人都感到非常的难过 他们说 我们会一直记得他 宠物对主人的这份勇敢和无畏 真的是让人感动 是啊 说等一下 我们进来再把视线转向英国 我问问你 如果说你在飞机上遇到有人发狂的话 影响飞行安全了 你会不会上前帮忙 怎么个意思啊 在飞机上要发狂 必须的 能帮忙肯定帮忙啊 大家都在一个航班上 对吧 安全是大事 绝不能袖手旁观 否则你自己都容易嫁 英国的有一对夫妇 他也是这么想的嘛 而且更是这样做的 但是他们在制止了航班上的一名发狂女子之后呢 却把航公司告上了法庭 要求索赔 事呢 是这么当的事 上个月呢 这对夫妇乘坐 捷特二航空公司 一架班机 飞往土耳其 可是在飞行途中呢 同航班的一名女乘客呢 突然发飙 试图冲进驾驶舱 这名发狂的女乘客是25 25岁的克伦伊韩斯 而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突然就试图冲进驾驶舱 不但殴打上前阻止她的机组人员 而且还一边吆喝着说 要杀光乘客 那由于这女乘客的失控行为 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 或者严重的破坏性 英国皇家空军急忙派出两架 台风战斗机前往拦截 并协助护送这架班机呢 平安反降伦敦机场 就在韩斯大闹航班的时候 而当时52岁的卢卡斯 跟59岁的丈夫 他们就挺身而出了 帮忙把韩斯绑在了 她自己的座位上 那失控的女乘客 也在班机降落以后呢 马上遭到逮捕拘留 这个孔因涉及两起 这个伤害与危机航空级安全罪 被起诉 其实我们这件事情 讲到这里 感觉上就应该就是一个 见义勇为的好事 是 应该是讲完了对吧 对对 按理说这个夫妇俩呢 应该是得到航空公司的表彰 至少应该是有一个郑重的感谢 对啊 我也觉得这样 人家航空公司感谢了 飞机落地之后呢 人家给这对夫妇呢 免费赠送了两杯饮料 您没听错 就是两杯免费的饮料 然后就完事了 对 所以洛娜夫妇就俩人就挺生气啊 特别是最近啊 听闻那个捷特二航空公司呢 向海恩斯呢 索赔8.5万银磅 约合人民币73.3万元 洛娜就更生气了 洛娜说呢 这个捷特二航空呢 认为我们俩的举动呢 只值杯饮料 对吧 这当然不够 对吧 我们希望能够分到 这笔赔款的一部分 于是呢 这对夫妻呢 就把捷特二航空公司 告上了法庭 说索要赔款 其实这事呢 咱们先不说 这夫妻俩要赔偿 对不对啊 是不是有法可疑 咱也不敢问 咱也不敢说 但是航空公司 仅用两杯免费的软饮料 来表达感谢 这事确实欠妥 您这确实诚意不够 其实可能这夫妻俩 并不说只是看重赔偿 就是想得到航空公司 对自己出手帮忙的肯定 是啊 那么我们也再次提醒大伙 甭管你是醉酒 还是其他原因 大闹航班 那是严重威胁航班安全的情况 对 不管在哪个国家 都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嗯 说到下 好 我们就来说回身边事吧 这几天呢 进入到二伏天之后 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觉得 说自己的浑身都不太自在 有一点不舒服 那就对了吧 二伏二伏 上征下主啊 不太自在 六身无主啊 对啊 那最近呢 有一些因为热引发的疾病呢 也是被不少人摊上了 可是得了病到医院也挺遭罪 你挂号等待 脚费的时间 看病的时间都挺长的 嗯 对吧 这就所谓是什么 三成一碗 为了缓解这个状况哈 中国一带医院呢 早就开始全面实施了 网上阅括号了 但人毕竟太多了 最近呢又把这个门诊 自助设备 来进行了全面升级 那么升级后的自助设备 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去了解一下 今天的号码 点一下当日挂号 选择登录方式 身份量可以 可以 选择一个医生 可以用医保或者银行卡 升级前 中国一大医院的自助挂号机 仅支持居民健康卡挂号缴费 升级后 50多台自助挂号机 都可以支持六种挂号方式 除了不能进行现金缴费外 可以实现人工窗口的全部功能 我们可以发就诊卡 我们可以用微信 可以用支付宝 身份证 中国银行的借记卡 作为就诊卡使用 但是同时呢 也可以通过人工输入的形式 输入你既往的 这样的在我们医院的 这样的登记号 再加上身份证的后六位 来进行实现的 无卡的挂号缴费 据了解 中国一大医院 目前通过微信 支付宝 医院APP 以及电话等线上 预约挂号率 已经超过50% 升级后的自助设备 可以实现 预约患者的自助报道 电话预约患者的 自助缴费 以及检查结果的 自助打印 在花音报告打印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照以前有了升级 原来呢 只能用就诊卡 进行身份识别 在升级之后呢 那么同样和自助 这个多功能一体机一样 它升级的到了六种的这样的身份识别的方式 功能更强大了 而且操作更便利 服务更周到 对患者来说是好事 基本啊 我觉得能代替人工操作 这也是向智慧医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期待医院的服务呢 都能够越来越便捷 对吧 越来越高效 其实说到看病哈 总有时候呢 就有的病患可能需要紧急处理 这个时候通常就要跟时间赛跑了 从银口霸域圈到我们沈阳 跑过高速的司机应该都知道 这个时间大概是需要两个半小时左右 但是就在几天前 为了救助一名受伤儿童 银口交警他们只开了一个半小时 就平安抵达了沈阳 我们去看一下 那是7月15号晚上7点50分左右 正在路面执行的银口经济技术开发区 交警大队中队长裴作林 接到指挥中心的指令 有一名在霸鱼圈游玩的7岁男孩意外摔伤 颅骨骨折 情况十分紧急 家属请求民警护送到高速 当时我们路面还有很多同志在执行 一方面让路面上同志 尽量把他进过这个路面尽量的输导一下 给留住空间来 让他顺利通行 一般我就去车 赶到跟他回合 一路护送到高速口 虽然民警很快便将受伤儿童 护送到霸鱼圈高速口 但看到孩子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 偶尔还发生呕吐 民警决定一直将他们护送到沈阳圣经医院 并由一位辅警亲自驾驶孩子所在的车 晚上9点半左右 受伤男孩安全抵达圣经医院 民警将孩子抱起来直奔急诊室 亲自送到医生手中 我们到医院之后 经医生诊断 孩子当时情况是重症 颅骨骨折 我们送自己比较及时 孩子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现在正在神经医院进行治疗 说近日广西南宁一市民报警称 饲养在自驾阳台的一只越南疗歌不见了 民警调监控发现一男子半夜爬阳台将鸟笼偷走 男子被抓后交代自己是一名房产中介 待客户看房经过时听到小鸟说了一句你好 觉得新奇就心生贪念偷走了辽哥 但我觉得这借口找得太牵强了 跟你说句你好就偷人家 如果跟你说句你瞅啥 你还不得跟鸟打起来呀 说近日在辽宁丹东 一家三口驾车去游玩 车上高速路后感觉饿了 便将车停在应急车道上 支起炉子烤肉 交警问他为什么不去服务区烤 司机说服务区有加油站没敢去 随后司机因为围停被罚一百元纪六分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 最近应急车道做饭的新闻可不少 小编就纳闷了 这是什么迷之共识吗 靠玩命换来的饭比较香 说近日在湖北襄阳 李女士发现孩子写完的暑假作业 被家里的狗狗啃烂了 孩子知道后很开心 以为这样就不用给老师检查了 结果妈妈竟然联系老师 又订了一本暑假作业给孩子 太遗憾了 孩子不是狗子不帮你 只怪老师和家长心态狠的 说近日广东中山一家长 买了一万斤西瓜 让自己的两个孩子在街上售卖 兄弟俩虽然年纪小 做起生意倒是有母有样 还懂得挑西瓜的秘诀 爸爸说这么做是希望他们懂得 付出才有收获 真好对孩子来说 这个暑假的收获 是作业和补习班里所学不到的 说青岛的孙先生 在三年前通过网聊 遇到了一名自称家境困难的女大学生 三年来她陆续给对方转账 180万捐资助学 没想到最后却被对方拉黑 经调查 所谓的女大学生 其实是一个壮小伙 得到的钱都被用于KTV消费等等 目前男子已被兴居 有一点小编不太明白 啥大学需要资助180万呢 去月球留学吗 每天火箭往返呢 说今日日本一档综艺节目上 播出了这样一段实验 一个内向不自信的女孩 在被人连续夸了50天之后 能否变好看 女孩选择了一位英俊的男老师辅助 她从一开始的不愿意摘下口罩 到最后大方的与人交谈 整个人的气质真的变化很大 看来那句话说的没错 自信使人变美 从今天开始 每个人都得夸我 说点下 天下仙 今日一张喜马拉雅山外的雪山长途 在微博上走红了 点击量超过了2000万 头中拍下了山脉 长达480公里的近千座山峰 也包含了7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 100多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 对 那拍摄这张世界屋脊全家服的 就是一位穿大的教授 而拍摄亦马拉雅山脉20多年的他 根据卫星云图飞行线路 特地挑选了航班 隔着窗户 用四张照片拼接合成了这张全景服 哎呦我的天啊 不少登山家和外国专家 看过后都表示 从未见过类似的 喜马拉雅卖山脉全景图 它可能是现有资料当中 最清晰范围最广 标注最全的雪山图片 对 有网友称之为 史上伟大的雪山标注图 好来 收听一下节目的最后 来听是好听的歌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十年之后 我们是朋友 还可以问候 只是那种温柔 再也找不到 拥抱的理由 情人最后 难免了为 朋友 如果那两刀子没有颤抖 我不会发现我难受 怎么说出口 记不记得这个 也不过是分手 不记得了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 牵牵手就像雷游 成千伤万个门口 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怀抱既然不能斗留 喝不再离开的时候 喝酒是吧 我替他喝 关翠 你凭什么替他喝 就凭我是他朋友 十年之前 我不认识你 你不属于我 我们才是一样 人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是你